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震驚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 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陳立委 蔡正元委員 思敏好 大家好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鄭森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 彭華幹 華幹哥 思敏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來關心 這個是重磅消息 在美國民主黨的 勸退壓力 排山倒海而來之下 我們來看到了 美國總統拜登在美東時間 21日下午宣布了 要放棄競選連任 將會退出美國總統的 這一場選戰 相信觀眾朋友 也都看到這個各種的新聞 現在不斷的出來 拜登他說 雖然我一直都想要競選連任 但我相信 對我來說 現在呢 退選最符合民主黨 還有整個國家的利益 拜登還說呢 會專注於完成 目前的總統的任務 他公開表示 支持副總統 賀錦麗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消息一出 我們也來看到幾位美國前總統們怎麼做表態 先是來看到柯林頓的夫婦先發了聲明說 竭盡全力支持賀錦麗 歐巴馬的部分 這個表態現在看起來比較不太清晰 他說呢 認可 他並沒有直接的認可這個賀錦麗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 只是稍微針對這個拜登做了一些誇獎 他特別說呢 他是拜登是一位最高級的愛國者 好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川普也是立刻的找到了機會 立刻來做出了回應 川普怎麼說 他說啦 拜登並沒有做總統的能力 還好他可以彌補拜登的任內 所造成的這些損失跟傷害 川普直言拜登是史上最爛的總統 他也提到了賀錦麗更容易被擊敗 另外川普呢 也在造勢會上大讚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說自己跟習主席的關係非常好 最近我們來特別關心 為了打這場選戰 川普把習近平主席當作最佳助選員了嗎 我們也來看到說 台灣在這當中會成為一個重要籌碼嗎 到底這個川普 我們看到他在打什麼樣的算盤 今天來一次做掌握 先來看到這個週末 突然間拜登宣布退選 這個決定到底意不意外 我們請三位嘉賓幫我們舉個圈叉 欸 不意外 欸不是 華看哥 不意外 不意外 好 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是不意外是吧 這個是不意外 對 不意外 好 大家都覺得他不意外了 那我們也來看到說 除了說嘉賓覺得說不意外他退選之外 歐巴馬還發了長文讚 拜登啊 剛剛說了 他說他是愛國者的最高尚的一個選擇 卻知智未提他支持賀錦麗 似乎現在是暗示說民主黨內對解放人選 還有很大的爭議嗎 委員怎麼解讀 拜登本來在總統辯論表現得很差 已經面臨逼退的壓力 但是雖然辯論的不好 可是還沒有到最後一根稻草 在川普的耳朵上被子彈打個洞 那個時候就表示子彈打中川普的耳朵 但是確定打斷了拜登連任之路 那個就是壓垮落頭的最後一根稻草 很明顯 那個時候雙方面的民調拉的距離已經是無法彌補的距離 像他辯論之後是有差距 但不表示完全無法彌補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為什麼這一槍那麼重要 這一槍除了打出川普的氣勢 也打出了共和黨選民的那種熱情 使得很明顯的共和黨選民的願意表態的支持度 願意出來投票的意願大幅增加 那金主當然更不用說了 馬斯克說我一個月給4500萬美元 我老天啊五個月就要給將近3億美元 拜登現在才募多少才募2億而已 那他馬斯克一個人就要給川普3億 這個數字外面差距太大了 而且不只是如此喔 所有的加州的高科技界的全部轉向 連那個本來跟拜登很好整個打壓川普的祖克伯格 Meta的老闆 就是Facebook老闆 臉書老闆 都轉向了 不只他一個啊 那個貝佐斯 那個Amazon的老闆也轉向 他也是民主黨的鐵桿子全部都轉向了 那請問你沒有錢 再加上沒有人 因為地方上所有的參議員競選活動都停止邀請拜登 你叫他這場你怎麼演下去 而且現在的民主黨一個很慘的局面 因為美國參議員是每這個兩年改選三分之一 民主黨運氣不太好 這次要改選三分之一裡面八成是民主黨的 兩成是共和黨的 這表示民主黨的現任者面對太大的壓力了 所以他們當然就默默地去撤動去想辦法去鼓動 明的不敢講 暗的都是鼓動 那拜登的壓力當得無比的大 在這兩天更慘 這兩天慘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台灣習慣上看什麼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還有什麼洛杉磯時報這種大報 我跟各位解釋 這種大報在美國發行量都不大 反而發行量最大的什麼 什麼USA Today 那個什麼New York Daily 那種有一點的八卦報紙 又有一點那種很好看的就是 你會覺得看到不曉得是真是假的 看得很歡樂的政治新聞跟影藝界的新聞 我不曉得解釋什麼報紙 這是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 它在幹什麼事咧 它報導我們台灣不報導這種政經新聞 他說你看那個現在密勤局的局長 就是拜登任內的水護 然後拜登副總統退下來的時候 安排這個水護去百事可樂當安全主管 拜登選上總統以後 就把他從民間已經退休的人 把他拉回來當什麼 當這個密勤局局長 鎖徒合來 哇一謀論頭都爆發了 這一下子由你講不清了 再加上要巧不巧 就在發生事情前不久 川普的團隊跟密勤局要求增加人手 被拒絕 好那第三個 當時出現的狀況是被認為是很落期 落期到不專業 好像有點刻意為之的這種情形 然後密勤局的局長被調到國會去聽證 一聽證被問得好慘啊 那個慘狀比那個 我們大概台灣很少 我對這個有興趣 慘到他不想怎麼去回應 然後共和黨的那些議員 齁齒齊比伏 一個一個比一個酸 有一個還覺得到什麼程度 你是不是拜登安排你回來 就是要來刺殺川普 中華都問出來了 大報當然不會登 不過小報就會聲會影 圖文並茂 還把漫畫都搞出來 你知道現在搞AI畫圖又很快 所以大報都知道這個是一個戲劇 可是小報對選民才有影響 因為他發行量最大 那你說拜登在這個局面 他怎麼辦 一個密勤局長就把他搞垮了 再加上他自己辯論搞垮了 這樣槍手 這三招下去 拜登他已經沒有競選動力了 他已經跨出大門都有困難了 所以他的整個心力交瘁 我相信他在家躲避新冠疫情 在看到他密勤局長這樣被痛歐 我看這一下子 他背都背為你 他真的他的人啊 不是以前公務員上來的 輪到誰該誰 他已經退休了 你故意把他找回來 到密勤局長 那選理最大嘛 所以 已經問到了說 拜登跟你講什麼 你說那就要怎麼辦 所以他已經完全 潰題了 已經潰題了 所以心理上一潰題的話 掙扎的毅力就沒有了 只好乖乖發表聲明 我退選算了吧 好拜登退選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也在關心說 是不是跟巫二戰爭有關係 除了剛剛委員講到很多的原因之外 我們來看到這個巫二戰爭 是說在退選的前一天 其實呢 川普之前有透露 他有跟這個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通過電話要討論 停戰的 那個戰爭的停火事宜 這是壓垮拜登的 最後一根稻草的另外一個關鍵嗎 幹哥怎麼看 其實當時我們就已經有分析過說 奇怪 烏克蘭軍隊的總司令 他叫什麼 亞歷山大爾斯爾斯基 他就說 我們其實不排除投降這個選項 他那時候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為之震驚嘛 大家都覺得說 你身為前線最高的指揮官 如果總統沒有手肯你 你怎麼敢這樣子講 所以造成烏克蘭它最大的拉達 也就是議會的那個被主格拉雅的女議員說 這個人是罪犯 你怎麼可以在那個大庭廣眾之下 宣稱要投降呢 欸 哲勒斯基沒有講話 就代表說 欸 要把它想成說 其實哲勒斯基跟川普的電話 是壓垮拜登繼續俊選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覺得這樣解釋也是對的 可是你可以從前面就發生 所以說欸 他這樣子講都已經沒有 就說不會被哲勒斯基認為他是叛徒 不認為他是traitor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認為說 很可能拜登這一次的競選 從你發生川普槍擊案 到你結結巴巴 到你這個 哲勒斯基和那個川普通電話 其實沒有一件事情對自己是有利的 所以我是認為說 他到今天為止要下這個決心的話 並不意外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還記得前幾天他還講得非常大聲 嗯 我一定競選到底 對啊 當你在講你一定要競選到底 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觀察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你的底氣在哪裡 剛剛葉委員講得不錯啊 就是 蔡委員講得不錯啊 你就是你的底氣就是根本就是你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你真的已經選不下去了 你可以把奧斯丁講成黑人 講不出奧斯丁的名字 欸 真的啊 你 右舌無阻 他已經在演講台上說 我這個國防部長是個黑人 那就代表說他已經在狀況之外了 他是一個好的 你看他宣布退選之後 所有的領導人全世界包括法國啊 英國啊 澳洲 各國的領導人都感謝拜登 嗯 但是有很多人都說 這是一個明確明智的決定 你就可以認為說 其實他今天這樣退選 我覺得我們一點都不意外 而且對民主黨也許有一個 在拉伸的作用 不要像川普這樣子講 他說賀錦麗 She's a freak a freak 他是怪物 更好打 那你是聽到這樣的話的話 民主黨他們會不會覺得說 現在你這樣子攻擊我們 拜登他已經主動宣布退選了 那我們一定要全力支持賀錦麗 可是賀錦麗真正能不能到民主黨的提名 這又是我們接下來要觀察的重點 好 換燈到底對民主黨來說 能不能造成新一波的這個士氣上面提升 這個我們會持續的在觀眾朋友來關注 民主黨我們現在看到這邊士氣真的很低落 但是共和黨這邊氣勢如何 我們來看到川普20日 在密西根州舉行的遇刺之後 他第一次的造勢大會 現場川普多次提到他經過遇刺之後 還稱讚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事後 給他寫了一封美麗的慰問信 好 我們來看到川普怎麼說這個習主席 他說他跟習主席關係非常好 還稱讚呢 習近平讓拜登這類的傢伙看起來就像是小寶寶 還讚揚習近平主席是一位傑出的人 因他以鐵腕控制了14億的人民 同時也不忘嘲諷的是民主黨 將前眾議院議長裴若西 他把他比喻成是一隻瘋狗 說裴若西咬著拜登要他退選 我們看到川普這次遇刺後首場造勢活動 就不斷地大在習近平主席 刻意拉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他難道忘記了他前幾天才大罵中國大陸 說要求台灣付費還登上了微博嗎 很多人現在其實已經開始擔心說 接下來台灣會不會成為一個籌碼被賣掉 顏老師怎麼看 台灣我覺得說當然會比較擔心 我擔心的不是川普 而是擔心美國的眾議員 就是共和黨的眾議員是最挺台灣的 可是也是最沒有積良的 就是如果今天是民主黨當選總統 對台灣有不利 他們會力爭台灣的利益 但如果是川普當選 他們一個個就像非常順服的貓一樣 一句話都不敢講 因為這已經表現出來 共和黨現在就是川普的政黨 那以前支持台灣這批這個人 那你看到剛剛川普講的那些話之後 甚至講說台灣把美國的晶片 全部偷走之後 他們也沒有出來幫台灣捍衛 你就可以知道 每一個人都是精工之鳥 就怕今天得罪了川普 川普在初選當中 另外找一個人把你給幹掉 所以我覺得說對台灣來講 川普當選我們是風險比較大 那好既然他說要交保護費 那我的立場是最簡單 交保護費 我想看看我這個保單 這個保險到底 你是不是真的會付 會不會cover 那最主要就是 譬如說我講個 最容易大家台灣最懂的 譬如說我們保了火災險 那結果被燒了 結果保險公司不付 我們怎麼會不付 我們不是買了火險嗎 他說按照規定 你要裝三個警報 請你只裝了兩個 哇 所以我們要跟美國要搞清楚 就是說你要我們繳保費 可以寫清楚一條一條 然後最主要請你把你的戰略模糊拿掉 不要大家繳了保費到最後 我還不知道這繳了保費 到底它會不會來 對不對 你把保費戰略模糊拿掉 可以繳啊 為什麼不能繳 然後白紙黑字 美國人最愛搞這個 這個魔鬼在細節裡頭 我們也要好好搞一個 蔡委員這個最熟這些律師的東西 我們美國就是靠 美國就是靠contracting的嘛 就是靠契約 在霸 稱霸全球 那今天既然你要搞一個保險契約式的 那我們就找最好的律師 談一個最好的一個保單 然後希望他們 同時也希望美國 不要賣一些莫名其妙的保單 比如說現在我們 台灣最近天氣很熱 大家忽然說 你那個公寓 那個磚塊很容易掉下來打 扎到人你要付很危險 多付保單可以幫你看 這種機率有多少 你不要亂塞保單給我們 我們也知道台灣很多的保險經紀人 沒事就打電話告訴你 又有新的保單什麼東西 我覺得美國就在塞新的保單沒事 那不要搞戰略模糊 他這一次特別一直不斷地誇戰 習近平主席原因為何 我覺得他自己 你看還是 美國講到最後 他們還是講戰略模糊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 他認為說 我跟習近平談 那台灣就不會造次 那你就不需要動物 我覺得他是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他認為我 我有我的管道的話 那至少我可以 而且我可以明確跟習近平講 我是不支持台獨嘛 那現在因為 包括拜登在內 很多還是搞戰略模糊 我想他到最後可能 就不會搞戰略模糊 但是我們一定要 保單裡要確認這一件事 我們來看到歐盟的部分 對中關係 因為現在這個確認了歐 這個歐盟執委會主席 就是現任的這個范德萊恩 他18日成功的獲選連任 他接下來會持續地帶領歐洲走向下個五年 這一次在投票之前 他也提出了第二任期的政治的綱領 明確已經表態了 會來阻止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侵略 其他的部分也提到了中國大陸的段落曝光 包括他說去風險國防領域 競爭力還有經濟安全等等 他也特別提到抗衡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還有這個歐盟全球門戶印太地區等等 我們來看到這個中國的大陸官媒 環球時報也做了表態說 范德萊恩這一番極具挑釁的表態 會成為現實是有待觀察的 但必須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范德萊恩 他的言論是非常荒謬的 是對中國大陸內政的粗暴干涉 有損歐盟的公信力 也對中歐關係亞太全球和平會造成負面影響 我們特別關心這個范德萊恩 之前在2019年第一任期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到中國大陸的部分 這一次的宣言卻很重的勾劃了中國路線 委員如何解讀 我覺得環球時報講得對 因為歐盟沒有能力沒有實力可以干涉台海的問題 這是一個實際的現狀 就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說台積電是我們富國神山 實力很強 那今天台積電有能力去干涉Facebook嗎 你Facebook你不能這樣做那麼做嗎 這兩碼子是嗎 一樣的道理 歐盟以他的組織執掌 以他的資源 以他可以動用的東西 他沒有能力去干涉 中國對台灣要不要採取武力 你說好 如果中國對台灣採取武力的話 我要對中國進行嚴重的制裁 那麻煩在這裡 因為他制裁俄羅斯 俄羅斯能夠制裁歐盟的東西不多 但是如果是歐盟制裁中國 中國可以制裁歐盟的 他把戲可能很多 為什麼 因為歐洲也很多很多的大企業 尤其是他出生在德國 因為電價高漲 連那個巴斯福化工廠都要搬到中國大陸去 那還有呢 還有很多的那個 汽車在中國大陸賣得很好啊 那還有很多的紅酒啊 還有很多的奢侈品啊 中國大陸都第一個市場 所以中國大陸反手打他一拳 他會比澳大利亞更慘 會鼻青連走 這個車是現實 因為他賣到美國東西少 那中國東西多 所以我是覺得 一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有時候會大其詞 那這個話當然是 表達他的反中立場 要表達在這個 歐洲大陸的反中言論 但是目前歐洲的整個反中的言論 所有的媒體裡面幾乎已經銷聲利極了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為什麼 因為歐洲戰爭之後 他們已經沒有力氣再反中了 他們已經氣落油絲了 所以他現在強做一種強人狀 想要揭起所謂的反中的號角 或者是反中的旗幟已經是實步而語了 他看看美國會不會來跟我戰瞎 以美國來講 我補充一下 我個人的判斷是這樣的 你看看 川普為什麼一方面罵中國 一方面讚美習近平 他在幹什麼 對啊 我覺得他在準備飆單 就說台灣你給我保單多少錢 他才不會跟著寫那麼詳細 你放心 還滿滿糊糊 你錢給我拿來 你國行預算加一倍 六千里放到口袋裡面來 然後就一眼看著 敬平兄你要輸多少 這是跟steal的 因為台灣不能當作買賣對象 就川普來講 其他國家都可以當作買賣的對象 連烏克蘭都可以買賣的 他一定會找普丁買賣的 所以對他來講 國際政治就是一場商業交易 這已經超出了我們傳統 對國際政治的理解範疇了 好 委員剛剛特別講到歐洲企業媒體 對反中現在氣勢低落 因為歐洲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 相當的緊密 但是我們來看到范德萊恩 他一直都是被大家認為是親美 還有對中的鷹派 現在范德萊恩確定連任 再加上川普的氣勢非常的旺 很有可能入主白宮 對接下來歐盟針對中國大陸的關係 會不會有什麼樣子的變動 顏老師又怎麼看 我剛剛已經提到 就是川普這個人 他就是所有東西都是交易式外交 所以他跟大陸的關係 我覺得范德萊恩也不要搞不清楚 你真的不能預測 川普下一步走什麼 你不要走錯旗了 拜登很好預測 那可是川普很難 所以我覺得歐盟現在就是說 暫時不要表態是最好 不要說我們搞錯了 就是而且剛剛蔡委員也講 你手上到底有多少籌碼 你能夠來跟中國這樣去 繼續這樣子鬥下去 畢竟就是中國整個的市場也好 或者中國的消費者對歐盟來講 都是一個蠻重要的經濟的來源 那所以如果跟俄羅斯不一樣 人口的比例也不一樣 消費力也不一樣 經濟實力也不一樣 然後能夠跟歐盟進行交易的項目的全面性 跟俄羅斯比起來差很多的 所以你今天要自 甚至我覺得美國想要制裁中國大陸 都很難去限制它 因為現在川普還是還沒看到 他講話講得很漂亮 但是如果今天他真的 中國的貨物全部加稅的話 美國的消費者受不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而且還會馬上就促成美國的通膨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 你應該就是想辦法盡量 就是先低調不要表態 看看誰當選總統以後再說吧 好 我們說關心到這個 歐盟的部分對中的態度 我們來關心 我們把台灣的角色再拉進來 台灣會不會成為籌碼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這個 國務卿布林肯 本週將會在 遼國和中國大陸的外長 王毅來做會面 那蘇利文也表示 美國在台灣 台海需要做的就是 協助台灣發展軍力 他說我們會訓練出 一支有能力 做出應對的軍隊 我們來看到說 這個老問題 如果兩岸發生了衝突 美國援助台灣應該是不用質疑 但是到底會不會出兵保護 台灣現在會成為美國的核心利益嗎 華乾哥怎麼看 不會 當然不會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出兵保護這個 我覺得這個在不管是從歐巴馬到川普 然後再到拜登 這個問題始終是一個沒有辦法正面回答的問題 我到底要不要派兵保護你 再加上川普最近又講了一個保護費 那就讓這個問題會更加的複雜化 就是說在現實面上的話 其實如果真的要派兵保護的話 那牽涉到時效性 也就是說真的發生了戰爭的狀態的時候 美國來不來得及救你 可是台灣到底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 它算不算是核心利益呢 它算 為什麼它算 很簡單的道理 你要幫我守住第一島鏈 因為日本一個是不夠的 你出宮古海峽 然後你就到了琉球群島 然後你到了南韓這一線 這個第一島鏈 這絕對不能夠破的 現在已經快打破了 在打破的同時 美國它現在就是為什麼一直要 想要武裝台灣 然後你說它要招惹大陸來打 我們台灣也好 可是最重要的問題 美國的核心價值就是 你不能第一島鏈 這邊就防不住 因為到了第二島鏈 就是什麼 馬里亞那群島 關島 到那個地方 那就等於是美國的大門口了 不用等到第三島鏈 那不行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長期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 再來 我今天講白了 台積電對於美國來講 其實是非常重要 就是在半導體事業上面 對不對 讓美國其實少花一些力氣 所以怎麼會不重要呢 在對抗中國的過程中 美國減少花了很多力氣 所以川普說 半導體被我們台灣偷走 我今天說句實在話 他站在他的商人的立場角度來講 但他完全沒有想到說 其實台灣在這方面對於 不僅僅是美國 對全世界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 對不對 謝謝華乾哥補充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第一節我們來關心的是美國國家核安全局公布的最新核武庫存的一個最新數據喔 截至在去年9月我們來看到美國核彈頭的儲存量 目前是來到了3748枚 我們來看到這個對比 跟1965年代這個時候最高是達到了3萬多枚相比 現在只剩下過去的十分之一而已喔 相當減少非常的多 我們也來看到這個數據顯示 美國去年這個毀掉的69枚的退役核彈頭 就這麼少而已 為1994年以來最少的一次 另外一部分來看到是中國大陸的部分 他則是首度的將核彈頭給納入了經常戰備裡面喔 這也是首次在和平時期部署少量的核彈頭是用在飛彈上面 我們來看到是美國科學家聯會曾經要求政府公開 包括你在這個過去的2021、2022、2023 裁年的核武庫存都遭到拒絕 這一回為什麼拜登突然間要一改態度來特別的解密他的核武庫存呢 有什麼特別之處值得觀察嗎 委員怎麼看 因為拜登所提的2024年跟2025年的國防預算裡面 都有整備核武器的項目 而且還花不少錢 因為美國的核子彈有個很大的問題 核子彈跟所有的炸彈都是一樣的 它有一個有效期 過了太久以後你如果沒有研議 或者你沒有更新的話 它就等於是呆彈了嘛 所以這個東西 所以你別看它所謂的3萬多減少 它其實很多東西是有的設計是10年的 有的設計是20年的 有設計30年的 所以慢慢慢慢退除役 有點像我們核電廠一樣 核電廠30年退役 核彈頭不可能撐過30年了 所以你看看已經那麼久了 當然要慢慢降下來 而且降下來那段時間裡面 他們面對的是所謂的反恐戰爭 反恐戰爭不需要用核子彈啊 所以因此就沒有去增加核子彈的數量 所以拜登的預算是說 要把很多舊彈頭研議 因為在做新彈頭 時間上可能緩不濟集 所以丟了我們那核一核二核三 研議的概念是一樣的 那光這樣就一大筆經費啦 那中國大陸又另外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一直沒有給外界很精準 你到底有多少顆核彈 有人說最多拆到400顆 最少拆到200顆 好吧就算200到400 還沒有到人家給領頭啊 那有人講說 中國大陸只要投射的這個載台 是比較進步 這一點當然是有很大的進步 我們不否認 可是投射的載台 如果你數量不夠的話 那對不起 你只能靠很多亞彈裡面的沖場面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 比如說你的核子 這個戰略潛水艇 你假設說可以垂直發射的 這個導彈數量 就算你有100顆好不好 那你總共只能配裝5艘核子潛水艇 那你陸地上就不可能有洲際導彈 因為你的核彈數量就不到500顆嘛 所以未來中國大陸的核彈頭要不斷的增加 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為什麼 因為你的GDP多少 你的GDP已經到達18兆美元 人家那個法國都有300顆 法國GDP現在還不到三兆好不好 你就將心比心 還有更扯的 人比人氣死人 俄羅斯他的GDP才兩兆八千億 你說他幾顆 有人說有6000顆 有人說有5000顆 從來沒有人說到5000顆以下 可是他也沒有正式公佈過 大家都在那邊算算算 退出役可能幾顆 未來可能進加幾顆 所以都在5000顆以上 而且5000顆裡面更特殊裡面 他戰術導彈 戰術的核導彈有2000顆 就是說他擴除戰術導彈 他戰略導彈至少還有3000顆 那你怎麼辦 這是一個全世界核武力最龐大的國家 當然美國會講說俄羅斯的投擲的載台比較落伍 那現在極高音速導彈出現了就很難講 我就很難講 你有很多攔截的東西 那俄羅斯能夠突破 等於沒有 那中國大陸少量核彈頭 應該應付一家火箭軍 簡單的演習 核武器的演習 應該是正常的 所以目前還看不到說 他有準備打核子戰爭的一個準備 因為四五百顆要跟美國打核子戰爭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划算的一個計畫 好這個中國大陸一直都沒有公布 他的具體的核彈頭的數量 不過剛剛委員也特別提到這個很關鍵的 就是他有在精進他的核武投射的載台的部分 那現在呢也有一個報告是特別解讀說 北京希望到2030年將他的核武庫 擴大一倍達到1000多枚的這個核彈頭 這樣如果這個全真這個數字是為真的話 這個擴充速度有沒有超出原本的預期 嚴老師怎麼看 剛才這個委員已經講了 就是過去美國跟俄羅斯在競爭的時候 大家還會去想一個限制這些數量 可是現在都沒有了 甚至我們看到川普總統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說我要增加新的核彈 他覺得核彈很多都已經老舊了嘛 所以我要做很多新的 如果他是這樣的 那我們去想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限制核彈 因為核彈這麼多 毀滅世界幾次有個必要嗎 就好像說你今天看到一隻蟑螂 你是太生氣了 就是整個的東西砸下去把它砸 用一個小蟑螂 你一個小小鞋 那個拖鞋就可以打死的 你需要用這麼大的力量來打死他嗎 那同樣需要這麼多嗎 所以這才會有那種我們講說 希望能夠限制的 可是美國現在有一派人士 是認為說可以在包括我們講說 先發然後還可以承受對方 第二波的攻擊之後 我還可以繼續存下來 所以大家會有這樣的想法是說 我可以打贏一場核武戰爭 那這個打贏核武戰爭這個概念 就會讓美國中國大陸就不斷增加數量 因為你總覺得說 雖然我可能不是第一個發射核武 但是我今天接受了別人打的核武之後 毀掉了好多 可是我有第二波的攻擊力量 那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是 確保有第二波的攻擊力量 因為你有第二波攻擊力量 別人才不敢給你攻擊第一波 沒有辦法把你完全回去 對不對 所以我想大陸現在這個速度 應該就是預期當中 因為你美國沒有要減 你美國有沒有花這個時間 今天坐下來 像當年跟俄羅斯一樣 來談這個限制核武 他們跟大陸從來不談這個事件 那大陸當然就是繼續增加 好說美中這個默默打核武戰 我們也來關心的是海上現在的戰力 先來看到是美國的部分 等一下再來看到中國大陸 美軍主導的2024環太平洋軍演 將會來集成 排水量將近達到4萬噸 好畫面上我們看到 這是塔拉瓦號的一個靶艦 這一艘美軍的兩棲突擊艦 能夠起降它的戰機直升機 也可以搭載兩棲登陸艇來進行 包括兵力啊物資上面都可以做運作 那內部還會有許多的這個空間 可以做這個人員的配置啊通訊等等的 那就說這功能非常的多 如海上的功能平台 趁它都還沒有發生沉入海底之前 來請華乾哥幫我們解析這一艘軍艦 LHA是什麼意思 就是兩棲突擊艦 所有的LHA或後來的LHD都有4萬噸以上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它的功能等同於航空母艦 它只是比較小而已 但是以4萬噸來講的話 對現代的這個海域的這個 就是說拒止或是干預的能力的話 都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美國海軍在50年前就有這種船 也就是說塔拉瓦號它是1976年不役的 那它在2009年的時候退役 這一艘船它是結合了四種船 一個叫LPD 一個叫LSD 一個叫LKA 還有一個叫LPH 什麼意思 就是這艘船它在甲板上 它能夠起降直升機 它可以載運陸戰隊員 直接接近 當然在必須要有些空優的狀態之下 它載陸戰隊員十幾架飛出去 我可以告訴你 這十幾架一到了攤頭 馬上可以控制這整個攤頭 也就是說它是基這麼多年的 20大戰以來的經驗 發展出來一種特殊船隻 今天它在它的艙尾 它還可以放出什麼 放出兩棲戰車或是兩棲運兵車 也就是說天上飛的海上跑的 通通它都可以放出來 這是什麼 這就是他們登陸作戰有這麼 這麼多的經驗之後發展出來的戰術 所以美國非常重視兩棲突擊艦 那這一艘塔拉瓦號 它今天在工程升退服役30年之後 它成為繼美國唯一集成的自己的航空母艦 美利堅號之後第二大的船 也就是美利堅號是8萬噸 那是在1995年把它集成的 聽說打了一個禮拜都打不成它 這一次Rimpact為什麼要把塔拉瓦號 當作目標來打 就是我們已經20年沒有對於大型重型軍艦 進行什麼抗炸試驗 看你還能夠抵抗我多少 澳洲已經先講好澳洲已經先舉手了 我派P8反潛機 我準備要丟20顆MK54反潛魚雷了 意思就是說看20顆能不能把它打成 如果打不成換誰換加拿大軍艦上 再不行的話我們換日本的護衛艦上 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出一份力 就是說當你打到多少 其實我跟你講在不斷的魚雷跟飛彈攻擊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數據 美國海軍要趕快記數據 這種船它退役了 它花了多少力氣才把它打成 這是Rimpact最重要的一個重頭戲 也就是在將來美國海軍才知道說 我們再造這種船 或者對於新的航空母艦的參數 都是非常重要的 怎麼樣抗炸 或是在什麼時候 才能夠確定把它給集成 說關心美軍 請華乾哥也來帶我們看到說 因為近期在這個花東 台灣的部分 這邊有這個072型的大型坦克登陸艦 它的戰力我們一分半就好 謝謝華乾哥 好 那這個072A說句實在話 其實我非常注意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比航空母艦還重要 它比山洞艦還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是實質登陸部隊 也就是說它是大型坦克登陸艦 而且它越做越大 你看072A 是從072 1 2 3 再到A 4級 從2000多噸擴充到現在5000多噸 所以說你知道都是072 它能夠載什麼 它能夠載接近半個營 250個士兵 全副武裝的 然後它還可以載一艘很重要的 叫做LCAC LCAC就是那個氣墊登陸艇 它可以載氣墊登陸艇 氣墊登陸艇是現在美國海軍 只要區域要干預的話 登陸一定要用的 因為氣墊登陸艇的海上的速度 是超過60海里 解放軍現在有這樣的武器 它就載在我們現在這艘船裡面 然後這兩艘船 072A有兩艘 一直在我們花東沿海 都開過來又開過去 可是它又不放無人機 它到底在做什麼 它就在測試你的底線 你到底派誰來 你要知道 這個就是真正的登陸艦 裡面就是裝載著士兵 跟實質的登陸力量 如果空拳被它拿到 海上你就不能夠防它 所以我非常注意這個新聞 如果072A 它後面再配上071 船務登陸艦也是更大的 下一次再一起來的話 那就代表它的真正的干預行動 真正的攻佔行動 已經成熟了 我們絕對不能小看這件事情 好 謝謝華乾哥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各位朋友 這一集我們來關心的是 2024的巴黎奧運會 即將要開幕了 好 這一次呢 我們除了關心運動員的整個狀況 還有就是現場的這個商品 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製造的有哪一些 現在呢來看到包括了無人機啊 LED大螢幕跟體育用品等等 產品熱銷帶動了奧運的相關的經濟 央視也做了報導說 目前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到這個大陸生產的 三萬五千多個巴黎奧運比賽 官方指定用的什麼呢 乒乓球是已經硬抵了賽場 企業改造了生產線 還設了15道自動檢驗的這個工序 每100個球當中會挑出3到5個來供奧運使用 這一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今天談了非常多 歐洲跟中國大陸的貿易戰升溫的時候 中國製造接下來如何大舉的進攻 在國際的這一場賽事上面 驚豔歐洲企業消費市場 歐洲是真的會離不開中國製造 找到取代的方案嗎 今天一次來做解讀 我們先來看到這場奧運 全程都在狂熱 怎麼看大陸的無人機剛剛講了 前進到法國了 老外有嚇到嗎 委員怎麼看 我們不得不佩服法國人 在巴黎奧運的很多的設計 很多的創意 那的確是世界設計之都 我服了 可是你會設計不會製造 也沒什麼用處 我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他現在設計的很多說 要在足球裡面裝晶片 做最精密的設計 這是個很好的創意 誰能夠做 他不是做一顆耶 他說做幾千顆耶 因為賽場很多 而且每一場的準備量要非常的大 而且每一個球都編號都要不同 誰做的 找中國大陸做 因為沒有其他國家的廠商做得出來 再來你手環 手環這麼簡單 為什麼一定要中國大陸做呢 法國很多廠商在抱怨 那法國奧委會就很委屈啊 我找你們 你沒有一個人接得下單啊 而且人家還把賠款擺好了 我通通包了 我一定準時交貨 品質 如果不划算的話 我賠你多少錢 你沒有一個法國廠商做得出來啊 那你說 不是四年前就要運動呢 很抱歉 他很多設計 都前幾個月才設計出來 你知道 那設計師 法國的設計師 真的很認真 一改再改 兩改三改 改到最後製造世界沒有了 只有中國大陸生產機力做得出來 在經典的 他那個地板 就是開幕儀式 閉幕儀式的地板 是用LED做的 那個品質誰做得出來 柴不會破 跳不會破 誰做得出來 只有中國的工廠做得出來 而且是面積很大 那個製造機器要很大 對不起啊 歐洲沒有一個工廠能夠做得出來 那你找誰做 找中國大陸做 因為中國大陸那個北京上海 那種大電視板 都他做的 再硬了 沒關係 你開規格出來 你只要設計得出來 我就做得出來 這個現在是中國的優勢 那無人機更不用講 無人機其實最麻煩的是什麼 飛上去 不是我們看了無人機一個人在操作 不是 它完全靠電腦操作 而且要看 互相之間自己四伯 要把它撞成一團 而且那很複雜的圖形 那這一套 有這樣軟體設計經驗 無人機操控經驗的 全世界哪裡找得到 沒有啊 沒有啊 這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大大小小的慶祝 不曉得已經演過幾萬場了 都是在這麼訓練出來的一些高手 熟悉無人機的特性 那除此之外 那運動用品 比如說以前 做這種舉重比賽 那個啞 那個什麼叫槓 槓鈴 對槓鈴 對不起啊 以前都沒有想過要找中國做 可是這一次一投標 他又贏了 為什麼 那種槓鈴裡面有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要把裡面的這個金屬材料做到 均質率 什麼均質率 就是裡面 平均分佈力要到99.9 對不起 這個標規格 現在只有中國做得出來 那你不是其他國家 因為其他國家還要重新去買設備 買生產線 中國不用啊 現成生產線改一改就可以做了 所以幾乎所有的這些訂單 都由中國包了 那要不要罵中國產能過剩啊 怎麼沒有人罵中國產能過剩呢 為什麼 對奧爾會最重要的是 即時即量價格又合理 那這個條件誰做得出來 當然我們講是講義務 其實我問過 義務只佔一部分 很多的訂單都發包到什麼 新疆啦 什麼湖南啊 到處去 這樣才做出來的啊 對 難道又要罵新疆種族 被人學嘛 所以歐洲人很尷尬 又學漢了 對對 學漢工廠講不出勞 都講不出來了 所以你發現到說 現在歐洲 對中國的批評只剩下功德來 其他人一概就沒 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做出來表現很好啊 連那個什麼 乒乓球桌球上的那個桌球 都會發光 一碰到都會發光 那這誰設計的 平安心講是法國人設計啦 可是誰做得出來 是中國做得出來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相互依賴的關係 沒有誰欠誰的好不好 好這一次委員幫我們也剛剛提到 這個非常多的東西都是中國製造之外呢 其實吉祥物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八成的吉祥物也都是中國製造的 另外我們也要來關心說 除了這種中國製造之外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在AI的裡面 他也加入這個元素喔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他增強了他 這邊的科技實力 來看到的是電視的直播觀賽的時候 也可以透過畫面來做放慢之後呢 可以有所謂的子彈時間來放慢腳步 看這些奧運會上面的這些項目 這當中包括了沙灘排球網球柔道 籃球等等 好這個技術呢 其實剛剛特別提到 老師推出的是AI增強型多機位的這個 重播系統是由阿里雲跟奧林匹克 轉播服務公司 一起來合作所製造出來的新的技術 我們也要來看到現在AI加入在這個當中 隨著這個轉播系統更新科技再進化 是否也再被優化 顏老師怎麼看 我想大家可能 就是過去我們看球賽的時候 或者看運動的時候 大家都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說球賽或者各種的這種運動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第一次去在美國看現場的這個美式的橄欖球 我就覺得說 接到了 怎麼沒有重播 我在等重播 因為平常在家裡看電視 就是touch down 然後下面就是重播鏡頭 跑跑跑 對不對 可是現場 一看沒有 後來當然大螢幕就出來 一開頭沒有這麼大的螢幕的時候 你就在等 一等 結果想想原來沒有 然後大家一站起來什麼都沒看到 就是變成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要看運動 因為我們眼睛真的跟不上 說老實話 所以包括你看 像我希望未來那個冰上曲棍球 也可以看到他發光 因為跑得太快了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種 讓他能夠透過慢鏡頭 能夠看著子彈速度慢下來 那大家看的都不一樣 比如說好像有人說那個 當時他在怎麼那個跑咒 那個終點線的時候 鼻子過去了怎麼樣 這個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需要 轉播是一個美國最能幹的事情 但是技術可能慢慢 中國慢慢學會以後 那就可以幫助整個體育的轉播 會是非常很棒的一個饗宴 好 除了科技實力上面 我們來看到這個大陸的軟實力 大家沒有想到是魚子醬 好像都是西方的美食 但是近幾年來呢 中國大陸把這個搏來品 現在成為本土的特產了嗎 我們來看到在去年 大陸向全球市場這個出口 276噸的魚子醬 比去年生長了大約3% 目前六成的魚子醬 全球來說 其實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12%來自成都 要請華乾哥來幫我們看這個 魚子醬四年出口而竟然翻了兩倍 這個黑金返銷歐美怎麼看 不是 我們覺得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在講那個歐盟 為了要逐關稅壁壘 對付中國的電動車對不對 好 電動車技術 我講句實在話 是歐美越來越跟不上 中國的技術之外 那是先進科技 那你連這個民生科技 你都比不上人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美國就很氣啊 現在要跟中國大陸 進口魚子醬 是每年都是60% 都是中國的 40%是其他的 法國也一樣 為什麼到這種地步 哎呀 就開始有人嘴酸了 只要講到中國的東西就是便宜嘛 錯了 中國魚子醬 你知道他從五年前開始發展 到現在一年276噸 明年後年 不可限量的原因是什麼 他去伊朗請70歲的老師傅來 你從開始養 到他可以 因為通常一隻魚 那個鱘魚 從鱘魚裡面 取魚子醬要8到12年 他請那個老師傅來 你給我看 看魚池 看到他能夠抓 能夠殺 能夠取卵 能夠裝到罐子裡面 一體 從15分鐘就做出來了 那是要多少年的經驗 他說 只要是中國做的 就一定是便宜的嗎 他說不便宜 我們曾經為了水文 他說他們 他們在四川雅鞍 為了要怎麼樣養出好的鱘魚 西伯利亞鱘 養殖成功了 他們做的500多頁的水文資料 用紙寫 還不是用電腦 就是人家花那麼多精神 去做出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你知道現在最重要的 結論 講結論好了 結論就是送到米其林餐廳裡面 紐約跟巴黎的 三星到五星的米其林餐廳師傅都說 中國來的魚子醬 好 如果說不好 你們湊盒子吃吧 沒有話講對不對 品質真的不錯 不輸 魚子醬大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全球觀點